这里是上海市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 也是上海最后一个渔村 两个多小时就能有这么多战利品 新鲜的海产品 别致的民宿 丰富的渔村文化 让整个渔村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竹子的 你看我把自行车都用竹子做出来了 你看看看 从曾经的靠海吃饭 到如今发展成为特色旅游村 金山嘴渔村到底经历了哪些变迁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游道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金山嘴渔村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一个渔村 也是目前上海保留的最后的一个渔村 这里很多的渔民仍然保留了最为传统的近海捕鱼的习惯 现在是凌晨四点钟 就让我们跟随这些渔民一起去体验一下出海捕鱼吧 天蒙蒙亮 海面风影较大 船上的发动机临时出了一点固档 船员在加紧检修 船老大告诉我们 在退潮之前一定得出海 否则就会搁浅 另外我们的外景记者赵小飞了解到 捕鱼区域离码头有三个小时的航程 所以在涨潮时要赶回码头 船老大咱们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对啊 都直接这里就到了 是哪些 这一台 啊 您就说前面那些黑黑的那些柱子是吗 对啊 那个就是我们下网的地方 对 船老大向我们接着介绍 这次捕鱼的品种 大多是当地长不大的小米虾和凤鲑鱼 这个网算多的吧 师傅 不算多 这也不算多 多的那个带袋子都放满 多的时候这一整个鱼网都是满的 对 这是什么呀 黑折了 这是海折呀 我拿它来看看 哇 海折 往前这 啊 看 啊 这是海折 上世纪八十年代 金山嘴鱼村出海鱼民达一千多人 拥有大小鱼船四十五条 年产鱼获一百一十六万代 捕鱼范围也从杭州湾走向远扬 南至钓鱼岛北近韩国极州岛 是上海市渔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但从八十年代后期起 过渡捕捞 渔业资源逐步衰竟 大部分渔民告别了以生存的大海 但是还是有许多人念念不忘大海 所以至今旅村的海产品交易依然活跃 经过海上三个多小时的忙碌 你看现在船上这些师傅们带来的框子里面 全部装满了小鱼小虾 师傅 这些小鱼小虾咱们接下来怎么处理 是马上销售吗 人家来收集的 有人来收是吗 对 就是他会把这些东西全部收走 全部收走 今天您估计咱这有多少钱啊 您估计咱们今天補上来多少钱啊 两块多 两岁是个车子 三十块钱差不多 那有三千块钱 就是这个 像这些钱算多的还是算少的 少的 算少的 那最多的时候咱能一天有多少钱啊 一条船 一条船 一万多了 经过往返六个小时航程 捕鱼船靠岸了 码头上面接货的人叫江东梅 他是海产品经销商 土生土长的金山嘴鱼村人 那你等我等你好了再撑好了 好吧 现在又不好撑 你还需要什么一个洗干净的 好吧 江东梅祖祖辈辈都是靠出海打鱼卫生 父亲退休前是一位船老大 丈夫也曾出海捕鱼 是典型的鱼二代 这个虾不怎么好 潮水太快了大概 虾和鱼都不怎么好 这个虾一般我们拿回去就盐水煮晒干的呀 洗的不翻紧 它就这么大的呀 这个小鱼小虾一样一千年一百年也是这么大 凤鱼也是这么大的 养不大的没办法的 品种就是这样子的 您把这个收购回去怎么处理呀 我把那个蜂类 然后靠子鱼和那个小米虾蜂蜂蜂蜂蜂以后 然后洗洗干净 盐水煮晒干 煮虾米 那您是销售干货是吗 干货 那么好多么新鲜的也要的 就盐水煮一下 炒韭菜 您还供应酒店 对的对的 像这个凤鱼鱼呢 新鲜的这个凤鱼鱼 要么我们本地能吃盐水煮 然后你们吃不来就油炸 靠海吃海 江东梅性格直爽 待人实畅 海鲜生意越做越好 如今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海鲜供应商 因为我做生意不能骗对吧 一骗骗了下次就不来了 实实在在做生意 这样才住不垮的 对吧 所以我那个朋友介绍朋友 朋友介绍朋友 越来越多 像温州人就喜欢吃这些人 温州人工业区里面的那些温州人 都到我这里来的 包括市区里面的那些温州人 他们有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 就朋友那里拿了电话 打我电话 说什么时候船上来 他们来买点东西 多喜欢吃我这里的东西 因为新鲜了 为了保证自己的供货量 江东梅与三艘船的船老大签订了长期合约 专门为他出海打鱼 只要他们打捞回来的海鲜 江东梅都一律照收补 每天收购的都能卖出去吗 对 卖不完 假如说饭店里供应好以后 我留一点自己它会上卖 然后我拿到那个上海市场 宁波瓷西去发的 你还发货 对 江东美从2000年开始从事海鲜批发的生意 当时每天销售额只有3000多元 到现在最多时一天销售额能有一万多元 销售额的不断攀升 这跟整个渔村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是紧密相远的 整个的村庄在12年13年 通过两年时间进行了村庄改造 也就是现在说的美丽乡的建设这块 所以说对整个村区新跟之前的对比 差距很大很大 可能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在这边已经做了30多年了 像过年什么的都是老客户比较多 他们就从市区那边过来都比较方便 然后有旅游巴士什么的都很方便 然后现在又有高铁过来半个小时就到了 你们是从哪里来 七宝 米娃去 感觉这大地的旅游怎么样 旅游 我们来买菜 这里我们是来买菜的 专门是来买菜的 对 为什么会跑这么远的路来这买 来看看我们一些人来的 谢谢 那些从市区赶来烤海鲜的人 带回去的不仅仅是美味的海鲜 还有一份瑜伽人的质朴和珍珠 作为上海最后一个渔村 从2012年起 金山嘴渔村开始保护性开发 恢复老街民居风格 修建了颇具特色的海鲜艺条街 最终呈现出一步有景 处处看景的渔村风光 我发现在这条街上 所有的这种小店子都非常有特点 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就营造的那种氛围 就是在这条巷子走起来的话 既有一些小怀旧 然后又充满了浪漫和温馨 这些特色小店 大都是极具风格的民宿 这些民宿租用渔民老宅 分布在老街两边 建筑风格与当地景致融为一体 民宿老板在装修过程中 往往会注重加入当地文化元素 让游客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老叔 你这个院子一进来 就给人特别雅致的感觉 都是跟竹子有关系 我发现 你看竹栅栏 竹桌竹椅小竹林是吧 对了 我们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竹子的 你看我把自行车都用竹子做出来了 你看看看 这个车把还有这个车梁 这个自车 对对对 这个都通过澳门警车的 我现在就是给住 在这里住宿的客人可以去体验 就是可以骑没问题 可以骑没问题的 然后的话 也可以客人喜欢了 也可以给他定制 然后可以客上他喜欢的一句话 然后给他做出来 一会咱可以去试试 这家民宿的老板叫舒东华 但他并不是本地人 之前他一直是做各种竹制品生意的 舒东华来金山嘴渔村开民宿 正是因为他看中了渔村的发展前景 因为这边正好那个政府这边在发展这一块 那个渔村嘛 这是大海边上在开发 然后的话正好他们这边在发展民宿 然后的话我想把竹子做成一个 整个全族的一个体验馆 2013年舒东华在金山嘴渔村的一条窄窄的小巷深处 租了一处民宅 然后花了两年的时间 巧妙地运用竹子构造出了美丽的渔村民宿 你看所有的但凡你能看到的几乎都跟竹子有关系 是吧 竹篮竹栗竹框柜子 哇就连这靠垫 是吧 这也是竹子的 对这靠垫的这一部分都是竹子的 走进舒东华的民宿小院 就像走进了竹子的世界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仅仅看到的是舒东华将竹子元素 融入到民宿的一小部分设计而已 你看 这个我们给客人的竹子 这个也是竹子的 这是我们设计的都宝鱼的形状 就是你们能想到的 全部是用竹子制作的 还有牙刷 都是竹子的 你看 这是竹子的这个 这个牙刷太有特点了 还有你看 这是用竹子的液体做的 然后做的手工罩 这是给客人 也是让他用了以后 让他全部带回去 302的 是吗 对啊 没有椅子坐起来能舒服吗 好多客人都不敢坐 你可以坐一下试试看 我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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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看呢 这种椅子坐上去一定会挺扎的 挺扎的 但是你真正坐在上面之后 你会觉得它会随着你的这个重量的转移 它会好像上下 它有一个那个适应 对吧 对对对 好像很符合这个人体工程学 是的 这样它里面记忆里 然后整个根据人体来 然后他坐下去就非常舒服 更有特点的是 舒东华不仅在民宿的装饰上 将竹子的意境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食材上 竟然也打上了竹子的烙印 我们吃的是竹筒饭 是用竹筒 也是新鲜的竹筒 从山上砍下来 选择我们要的三年生的竹筒 像我们师傅就是用这个山里的那个竹筒 最嫩的部分 然后跟海里的活的抓起来的虾仁 蜜汁的一道酱 可能在这里体验了以后 好多都是定制了 开始带回去 但是我们数量是有限的 不多 就是你的菜品里 也有一些竹子跟海鲜搭配 对对对 是的 你相当于是把 就是鱼村的特色 跟你的这个竹子的这个主题特色 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了 与舒东华聊完一道道 关于竹子的美食 赵小飞脑子里 都是竹筒饭 和鲜虾竹笋酱的画面 在老叔的客栈呀 所有的菜品呢 讲求的就是一个新鲜 而要想吃到这个鲜虾竹笋酱呢 就必须要有鲜活的海虾 和线挖的竹笋 是不是老叔 是的 这个竹笋的线挖 旅屋已经看到了 看见没有 我的脚下就有新鲜的竹笋 是的 这个是叫苦壳竹 这个竹子这个材料 可以就是住好多农居的 那个把手什么的那一个 肉比较厚 可以还去批竹米 冰竹笋 它的笋也不错 它就是笋 就是小的时候是可以吃的 对 小的时候可以吃 那咱们怎么吧 就是用这个锄头吗 对 这样就行 看起来很嫩很细 对 轻轻脆脆的一声咔嚓 看 新鲜的竹笋 这样就可以 对 我看地上这个长了还有很多 这根是吗 这根也是 这根也是 来来来 我来玩 我来玩 我试试看 不太好用力气 要不要我来帮你挖 这个 也差不多了吧 你来吧 好 其实我再坚持一下 这个竹笋就是我自己彻底弄出来 对 对 这个竹笋很嫩的 对 真好 还有好多 对 这个竹笋它从三月份就开始长了 然后到六月这个马上快结束了 挖完竹笋 赵小飞便迫不及待地把食材送进厨房 为的就是能尽早品尝到舒东华民宿里提供的两道经典的美味 竹笋饭和鲜虾竹笋酱 这竹笋饭还没等吃到嘴里 我已经闻到了浓浓的竹子香 现在咱们赶紧配上这个鲜虾竹笋酱 一起来尝尝啊 两个搭配会是什么味道 鲜虾竹笋酱啊 因为里面放入了这个新鲜的竹笋啊 所以它的口感呢是脆嫩脆嫩的 另外呢 因为放入了这个鲜虾 所以就是非常鲜美 感觉吃起来特别好吃 鲜虾竹笋酱 再配上浓浓竹子香的这个竹笋饭 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啊 是绝配 如今有许多游客用名而来 舒东华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游客的好评是对他最大的鼓励 这个竹笋他是给你带回去了 回去比如说 像我们家里人 比如说喜欢种这种漏漏的 回去还可以再一次利用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比较有创意 您是第一次来这儿还是经常来的 第一次来这里 就是网上看好以后 我觉得评价都蛮好的嘛 所以到这里来试试看 那你如果让您评价的话 您怎么评价 这个如果满分一百分的话 我肯定九十分以上了 住在清新雅致的民宿里 不仅能吃到带有浓厚竹文化气息的美食 而且还能感受一下编织竹艺的乐趣 您看我手上这些精致的竹编 都是出自身边这位李师傅之手 您现在正在编什么呢 编一个鱼篓 编一个鱼篓是吧 对 现在已经这个初具这个雏形了 就您从事这个竹艺编织多少年了 现在已经有五十五年了 就像编这种东西 就是大概一天能编多少个 像这样的东西可以变十几多个 像我这种从来没接触过的 如果想要跟您讨教学习一下的话 您觉得我能初步 能学一个简单的什么东西吗 能学 能学 鼓励我能学 那您现在方便教我一个吗 好的 一看一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文章 文章来看看 看 像那个麻花辫一样 对对对 你是不是说了如果你想继续让它加宽 你就继续再这样打下去是吧 对对对 跟着老母子走嘛 跟着赖皮走 特别像一个竹的竹节的手环 对对对 舒东华的民宿处处透露着竹的气息 它不仅仅是一个住所 更使舒东华对竹文化理解的尽情发挥 正如苏东坡于前僧绿云轩写道 宁可食无肉 不可始居无竹 无肉使人瘦 无竹令人疏 快来看快来看 有这么多战利品了 你说那个贝壳叫什么 生蚝 生蚝我认识 那个叫什么 那个叫喜子 那您告诉告诉我 这个喜子 怎么能找 你看这样一踩 用脚式是吗 对对对 它们可以顶顶 看 真的耶真的耶 这有一个 我看这都不用踩了 我都看见它了 一个喜子 帅帅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看 果然 很容易找到 这有一个 这这这 不是这个不是 这这这 对对对 哦 我发现赶海啊 就是 它的乐趣就在于 这种寻寻觅觅 这种意外的发现和惊喜 真的很有意思 赵小飞 赵小飞之前还沉浸在竹子的世界中无法自拔 没想到走出民宿又是另一番天地和滋味 在爬的你看 黄金螺 看 黄金螺 还在爬呢 对 一个大一个小 分开一点 分开一点 一种颜色差不多 所以很难找 它不是 它在爬的话 对 它不是在运动的时候就不好找 你看 你看 像两滩沙子在运动 你在捡手啊 我在捡 你看看 阿姨捡的 哇 怎么样 你们的收获呢 没有 干嘛 你也有了呀 你这是 你这里有 有黄金螺吗 没有 没有 他们小朋友 在金山嘴渔村 海边散步欣赏秀美渔村风光之鱼 还能顺道感受捡食海鲜的乐趣 而且肚子饿了 随时都能吃到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 如此充满瑜伽味的度假生活 怎能不让人向往 所以 像舒东华如此具有特色的瑜伽乐民宿 自然会留住不少游客的脚步 那这个体验馆一年能给您带来多少收益 我们这里呢 那个客栈呢 客房呢 比较少一点 然后呢 一年 也有个三十来万吧 三十来万的收入 对对对 同样住宿这一块 然后我们这个餐饮呢 因为我们是要人进一百起 高的要能进到八百 六百的都有 然后的话 我们一年这一块可以住到个五六十万 副产品的话 这一块的话 一年也能卖个四十万 那这样下来一百多万 这个是没问题 从2012年金山嘴渔村改造后 作为金山黄金海岸线的一个旅游点 使古老的渔村重新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渔村每年的游客量都在不断的攀升 2017年元旦小长假 金山嘴渔村的游客达到了一点八四万人次 昔日偏僻冷清的小渔村 现在处处充满了生机 老街上每天人来人往 热热闹闹 我们现在海鲜餐饮到目前统计应该是33家 现在民宿要达到12家 要100多个床位吧 然后商铺加起来 总共有80多家整个加起来 游客现在也越来越多 那么势力要增加一些就业 再一个一部分村民把闲政的房屋拿出来出租 它也是一个传说珍珠 曾几何时 每每到了晚上八点 渔村里你基本上看不到人影 而现在 即使到了夜里11点 还能看到喀巴酒吧的灯火 和闲坐其中聊天的年轻人 而一家家民宿里 更留住了不少舍不得走的市民游客 围绕一个渔字做足文章 让金山嘴渔村渐渐成了不夜小镇 金山嘴渔村啊 虽然是上海最后的渔村 但由于当地居民比较好的延续了独具特色的这种渔家生活和渔家文化 所以呢 让金山嘴成为了金山黄金海岸线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并且当地的居民啊 就像我们今天认识的这几位主人公 他们凭借着聪明才智和勤劳的双手 打造出的这份渔家风情 不仅给他们自己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 同时也让这个古老的小渔村 焕发出了崭新的活力 建议您有时间的时候 不妨来这里感受一下 感谢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